大家好,我是阿悠 歡迎收看絕望監牢 這次新增了第九章的故事 我們馬上開始吧 不用廢話那麼多 詛咒的灰姑娘 走,走安 無知,早上好 無知,走 走 嗯? 無知,你為什麼抖得這麼厲害 當然是因為動得啊 秋天哪會冷啊 這種事一目了然吧 哦,原來如此 啊,明明昨天還秋高氣爽的 今天卻突然變得這麼冷 我都沒預料到 今天早上確實很冷啊 我今天也穿少了,好失敗哦 感覺秋天快要結束了 確實,最近氣溫下降得很快 現在正是換季的時候 大家要小心,別感冒咯 哦 啊,能死了 我的手都要凍僵了 啊,手好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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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無知,看樣子很怕冷啊 是的,我一直都很怕冷 對了,這種時候就要 嘿嘿 欸,小,小伍子 你為什麼盯著我看呢 看著 啊,小,小伍子 嘿,小流依的脖子超暖火的 舒服了,舒服了 等,等等,小伍子 那手好冰啊 快放開我 我偏負 真是的,一大清早就這麼吵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呢 把手放在別人的脖子上來軟手 的確很舒服 不過,觀看對方的反應 才是主要樂趣呢 確實 不管是誰 突然碰我的脖子 我都會很驚訝的 是的 嘿嘿,現在又有機可蹭 哇 欸 啊 喜祖君,你這個叫聲 喜祖這個反應 啊,無知 嘿嘿,都是以為你大意了啊 喜祖 這就是你平日取消我的報應 是嗎 原來如此,我明白了 那麼 我也要報復你 啊 你,你別過來 我到底心騷擾啊 哎,更吵了 哈哈,喜祖的反應太讓我意外了 感覺看到了非常稀有的場景 話,話說 我們還是快點阻止一下喜祖君他們吧 好了,我還是要到此為止吧 無知,喜祖,不要再這麼幼稚了 小都美 啊,被罵了 哎,明明我們都是高二的學生了 而且馬上就要上三年級了 即將成為前輩的我們,不能一直玩這種遊戲哦 好,好的,我會注意的 不愧是學生會的會長,警告方式是教課書籍的呢 小都美在神秘學研究部 是大姐姐一般的存在呢 打擾了,會長 啊 沖海 哦,沖海你來啦 早上好 啊,早上好 話說,你們為什麼一大早就這麼吵啊 對,對不起 你有什麼事嗎 難道是來告訴我 想加入神秘學研究部的 欸,才不是那樣的 我有事情找會長商量 這樣啊,真遺憾 不过你放心 我們神秘學研究部隨時歡迎你到來 我會等待你的加入的 是是是 那個 沖海 你知道我有什麼事嗎 啊,抱歉打斷會長 與大家的談話 我現在要與會長會議 下下個月舉辦的盛心祭的事 這樣啊 盛心祭要來了 我都把這件事忘了 抱歉 我現在就和你去辦 沒關係的 這件事,您不用道歉 那我先去和沖海 安排盛心祭的事了 各位,回見啦 一路順風 對哦 我馬上就要舉辦盛心祭了 哦 今年也是這個時間舉辦啊 盛心祭 那是什麼東西 咦 盛之介 你不知道盛心祭嗎 盛之介不是去年舉辦過了嗎 你不記得了 我怎麼完全沒印象啊 哦,我想起來了 去年冬天我嫌麻煩 我沒來過學校 哇,不會是不良少年 你好好囉嗦啊 先別到這個了 快告訴我盛心祭是什麼 盛心祭就是 每年在我們學院舉辦的文化祭哦 文化祭 哦 各個班級和社團會開放各種各樣的模擬店鋪 這樣啊 去年公道部開的店是 大江戶咖啡廳 大江戶咖啡廳 那是什麼 就是大家穿著以江戶時代為印象的和服 開咖啡店為大家服務 那時候的劉怡真的好可愛哦 哇,和服 感覺非常適合 公道部呢 已經超多人的 因為有意在 確實 你們為什麼要開大江戶咖啡店呢 是因為從一年級開始 益君就是有名的帥哥了 公道部的學姐們紛紛表示 無論如何都想看看益君的cosplay 原來如此 我記得在咖啡廳裡 益君扮演的是老爺的角色 在那之後 粉絲們就稱呼益君老爺了 這樣啊 難怪經常聽到他的粉絲這麼叫他 老爺的稱呼原來是這麼來的 原來如此 啊 對了 小五隻你是演劇部的吧 去年你們演劇部是不是也準備了什麼 呃 算是準備了吧 不過不然只有我和小佳奈兩個人 開不了店 所以 我們準備的是朗讀劇 哇 朗讀劇 哦 我還挺想看看的 五隻你和小佳奈的演出 要不這樣吧 五隻 下次在酒吧表演給我們看吧 我 我才不要呢 笑死人了 我絕對不會表演的 唉 真冷淡 話說 神明選項部去年都做了些什麼 我記得喜祖和智狼一年級的時候就建立了社團吧 是的 我們當時開了占卜店 占卜店 那是什麼 啊 占卜店的話 我去年聽說過 公道部的前輩們 好像都去了那個占卜店 據說那個占卜師說對了他們的煩惱 他們還讓占卜師給自己看了首相 聽你怎麼說 我也想起來了 當時他們弄了個很奇怪的帳篷 我覺得有點嚇人 就沒進去了 但是這占卜店的事情 一時之間成為了大家熱烈討論的話題 嘿嘿嘿 其實那個占卜師就是我 這 真的嗎 智狼 你還會占卜嗎 不 我不會 那你怎麼做到的 為什麼你要猜對那些人的煩惱呢 原理非常簡單 我會事先列出高中生們 可能會有的煩惱 然後根據對方的語氣 找出他目前出現的煩惱 也太厲害了吧 對不起 從對方的語氣中 找出煩惱 這 這哪裡簡單啊 哦 又很煩耶 對啊 這算哪門真簡單啊 那首相占卜呢 首相占卜是我躲在這囊後面 看那孩子的首相 然後對著首相占卜書 將內容偷偷告訴智狼 哇 好狡猾呀 嘿嘿 這逼不狡猾哦 占卜買賣就是這個樣子的 我居然還靠這個賺到錢哦 當然啊 因為大家開模擬店就是為了這個 嘿嘿 我記得當時賺的不少呢 沒錯啊 越南你們是這種壞人啊 那神秘懸疑就不經典做點什麼好呢 這個 我還沒想好 但是難得人數增加了 我想挑戰一下 比去年規模更大的東西 更大的 鬼屋怎麼樣 駁回 你怎麼駁回的那麼快啊 我不喜歡恐怖的東西 特別是妖怪幽靈之類的 那麼日式點心咖啡店怎麼樣 日式點心 社製界居家是開日式點心店的吧 而且社系記上很少有人開這種店 我們或許會收穫好評哦 哦 小劉伊 我覺得這個主意很不錯 嗯 我也覺得不錯 感覺也能給我們家的店打廣道 借這個原油和老爹談 他應該會幫忙吧 謝謝你甚至借君 那我們乾脆做個Cosplay式的咖啡店吧 進行Cosplay的話 可能也會增加吧 這個也駁回 什麼 憑什麼這個也要駁回 因為我不知道洗術君 想讓我們進行什麼樣的Cosplay 而且看你這麼興奮的樣子 肯定有問題 感覺你想讓我們穿得很那個 放心吧 我也會和你們一起進行Cosplay的 什麼 你居然不否定我的猜想嗎 嘿嘿 開玩笑的 我怎麼可能讓我的朋友那麼做呢 真的嗎 我不信 嘿嘿 好了好了 等一下我都沒回來 我們也在一起討論吧 是啊 同意 哦 我還想起來一個事情 雖然我很在意模擬店 但說到聖心記 就一定要看那個吧 哦 那個是什麼 哦 你說的那個啊 到底什麼 嘿嘿 就是聖心學員七大不可思議之一的 被詛咒的灰姑娘 又是七大不可思議 你們說的灰姑娘 是指那個傳聞中的話劇嗎 不知道今年是哪個班倒霉了 說要演這個 希望這次沒有受害者出現 喂喂 你們說的這個話劇 有那麼邪門嗎 有的 和這個話劇有關的學生 大多數都遭到了詛咒 他們一個接一個的遇到倒霉事 因此這個話劇成了七大不可思議之一 順帶一提 這個話劇的傳聞 比上次介紹的橫風小姐 要更邪惡更危險 真的假的 具體是什麼樣的詛咒 哎呀 上課靈響了 我要回到座位上了 聖志姐 之後我再和你講話劇的傳說吧 好 好的 大家先坐好 班回要開始了 嗨 各位早上好 是夏姆老師 這次上次偷拍事件 已經過了幾個月了 從那以後 夏姆老師似乎有在好好遵守我們的交令 我們也會定期檢查 更衣室和廁所 最近這段時間的確沒有發現相機等偷拍用的東西 嗯 難道他真的停止偷拍了 嘿嘿嘿 智郎同學 你為什麼一直盯著我呢 難道我臉上有什麼東西嗎 變態兩個字 不 什麼都沒有 這樣 但是 你下次還是別那麼恐怖的瞪著我了 就好像我對你做過什麼壞事一樣 搞得我心碰碰直跳呢 對不起 不行 我還是無法相信夏姆老師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又會搞事情 必須時刻警戒著 嘿嘿 那麼 趕快開始頒會吧 雖然很想這麼說 但現在我有事情要公佈 欸 有事要公佈 這怎麼回事啊 我想你們也知道 下下個月將舉行聖心禁 所以我們頒這次 將延續聖心學員的傳統 進行灰姑娘的演出 什麼 不是吧 今年 今年是我們班演灰姑娘 喂 喂 真的假的 是那個被詛咒的灰姑娘嗎 喂 你們先冷靜一下 老師 為什麼今年是我們啊 我也沒辦法 你們就是那麼衰 每年聖心記 都要派出一個班級演灰姑娘 除了灰姑娘 沒有別人可以演嗎 可以演睡美人呢 這個是由抽籤決定的 今年是剛好抽到我們二年筆吧 天啊 那個被詛咒的灰姑娘 居然要由我們來演嗎 我們 我們會被詛咒嗎 玉君 我好害怕 你放屁吧 放心吧 有我在 竹香 屁 是逃最快的那個 那個女的 居然利用這種情況 那個 季軍 我也好害怕 你沒事吧 趙苗同學 是 是的 你想被揍 老天爺 都這種情況了 你們還在玩這個 沒想到 今天是我們來演被詛咒的灰姑娘 紫郎 被詛咒的灰姑娘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這些傢伙都這麼害怕 是這樣的 我剛才也解釋過了 被詛咒的灰姑娘 是聖心學員的七大不可思議之一 聖心祭 是從學員創立之初開始的傳統活動 而且每年都會選出某個班級來演灰姑娘的話句 以前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詛咒的傳聞 但是 在某一年聖心祭上 這個詛咒的傳聞誕生了 原因是什麼 這個傳聞也取自真實的故事 有一年 一個班級和我們一樣 要進行灰姑娘的演出 其中一個女孩負責演灰姑娘 巧的是她默默暗戀的一個男孩負責演王子 兩個人將同台演出 她對此非常滿意 而且決定在演出成功後 向這個男孩告白 所以為了完成演出 她比任何人都努力 為了不失敗 一直在練習表演 但是 不幸的事情發生了 在正式演出的前一天 女孩死於交通事故 哇靠 因為她的離去 這次聖心祭的灰姑娘的演出 終止了 然後 從第二年開始 就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件 不可思議的事件 這些事件就是詛咒傳聞誕生的理由嗎 是的 從她去世的第二年開始 每年 參加過灰姑娘演出的人 都會遇到或多或少 倒霉事 甚至還有人受傷 倒霉事是指 據我所知 是遇到突發事故 比如演出時 舞台上突然有不景倒了下來 演員們被壓在不景下 還有在演出結束後 突然感到背後有人推一把 從樓梯上摔了下來摔斷的骨頭 哦 那個樓梯事故很有名 我聽說過 據說被害的人從樓梯上摔了下來後 回頭看了一眼 卻發現背後空無一人 天 天啊 你們別說這些可怕的東西了 原來如此 參加演出的人 基本都遭到了意外事故 這就是這個話局 被稱為被詛咒的灰姑娘的原因嘛 怪不得我們班的人都這麼害怕 是的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詛咒能否生效是有條件的 條件 遭遇不幸的人都有一個共通點 根據整理推測 違反禁止事項的人一定會被詛咒 一 必須按照學員給的劇本來演灰姑娘 演出必須成功 不允許有拙劣的演出 如果打破這兩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 都會遭遇不幸 這樣 得知這些詛咒的條件後 大家都覺得 這個被詛咒的灰姑娘的傳聞 是那個為了向喜歡的人告白 一直在努力演戲 但卻不幸死於車禍的女孩的詛咒 也許是因為死去的女孩 對此話劇有強烈的留念和不甘吧 嗯 很有可能 哦 不過 你們確定真的有這樣的詛咒嗎 你的意思是 我反正是不太信的 上次橫鋒小姐的事情也是 最後才發現是沖海幹的 那這次的傳聞 應該也是瞎編了吧 這個嗎 但是演了灰姑娘後 遇到不幸的人 的確有啊 他們都因為詛咒受了傷 啊 真是的 你們別再說這個詛咒了 從剛才開始 我雞皮疙瘩 就沒消掉過 我都快嚇死了 等等 武智 你聲音太大了 喂 神兵全球部的 你們太吵了 對 對不起 看吧 被老師批評了 哎 真的很麻煩耶 你們啊 一直悼念著 詛咒詛咒什麼的 根本沒有詛咒 只是惡意編造的罷了 不用在意那麼多 但是演的人又不是你 嗯 我覺得這件事 不應該當作惡意編造來處理 夏木老師 當我聽說了詛咒的傳聞後 稍微調查了一下 然後我發現 演灰姑娘的班級中 的確有人在那個時段 受了傷 更重要的是 那些受傷的人 都是符合被詛咒的條件 什麼 你怎麼能這麼斷言啊 因為我啊 確認了每年拍攝的 盛心記的DVD 因此也看到了 這些受傷的人 是否符合條件 你 你什麼時候調查的 也就是說 這個詛咒 果真不是傳聞的 是真實存在的 喂 夏木老師 你怎麼能煽動學生啊 這樣他們不是更害怕嗎 哎呀 抱歉抱歉 一不小心就說出來了 嘿嘿 夏木老師家 覺得是故意的 他就是想看班上的女孩害怕的樣子 這個人渣還是老樣子 總 總之就是 今年我們的灰姑娘是由我們來演的 這次演出的時間是下下個月 你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該做什麼自己清楚 快準備吧 至於腳身分配 就交給東美和沖海你們兩個決定了 好 好的 明白了 哎 班會 對 照此結束 大家加油哦 啊 事情大條了 是啊 我有預感 今年的射星祭 肯定不會那麼順利結束的 放學後 好啦好啦 大家先安靜 從現在開始 我們要分配大家要演的角色 有沒有人想主動出演呢 可以先抱上來 絕對不會 出演 一定會被主咒 哎 我也猜到這個結果了 如果被主咒的灰姑娘的傳聞是真的 這種不許失敗的話句 演起來的確有壓力 畢竟演砸了 就會被主咒 確實 但是 灰姑娘和王子的角色 我覺得不用選了吧 哎 肯定要扮上第一的巨男美女來演 這是一種傳統吧 這麼說來的確呢 也就是說 灰姑娘又竟相演 王子是一 完美 哎 這個 按照傳統來說 這麼分配是沒有任何問題 確實 亦是所有學年 都有本事的人氣帥哥 小姐家是學員的瑪莉亞 男本事一票接著一票 那不是正好嗎 畢君 居然和靜香一起當主角 這樣的話 他們兩個人的感情不是會更好嗎 你一直想當主角嗎 那就直接舉手啊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 如果那個傳聞是真的 讓我和畢君永遠在一起的話 我當時 什麼 永遠在一起 你在說什麼呀 沒什麼 各位 不能在不許問本人的意見下擅自決定 如果他們兩個人不能接受的話 就等同於是逼迫他們演戲 會長說的沒錯 那個 畢君 如果你想演王子的話 我願意演灰姑娘 這樣啊 感覺值得一試 真的嗎 是的 在射星記的時候 那被詛咒的灰姑娘當寫作素材 也許能獲得相當棒的訪問量呢 好的 那我願意演灰姑娘 我知道了 那主角就先這麼定好了 那麼 還有人想自告奮勇的 負責其他角色嗎 哎 一直等下去是不會有結果的 這裡就先用抽籤的方式公平的決定吧 是啊 我先說明啊 各位 不能對抽籤決定的角色有怨言哦 我知道你們很害怕詛咒 但是 若不想被詛咒 就必須認真去做 讓演出成功 請大家齊心協力完成演出吧 說的沒錯 總之 只要讓演出成功就行了吧 哦 我知道了 那麼現在就開始抽籤吧 各位 從這裡分別拿一支籤 好啦 角色分別完成 扮演王哲是義 為了不被詛咒 我盡最大的努力 虧姑娘是靜香 既然是和義軍一起演 我會努力的 姬姆是親子 嘿嘿 既然是抽籤決定的就沒辦法了 接著就是愛麗絲 真的好麻煩哦 但我不想被詛咒 只能好好演哦 妖精是姓 妖精啊 感覺有很多台詞呢 不過就當是適應在他人面前展現自我了 阿欣不害怕詛咒的傳聞嗎 那只是傳聞而已吧 我只相信我親眼看到的東西 這樣 馬是重田 什麼我不想當馬呀 喂 我不是說過啦 要對抽籤決定的角色毫無遠遠 但是 如果表演失敗了 我會被詛咒的 等等 重田 你聽明白了嗎 你是演馬呀 幾乎沒有台詞 很難失敗吧 哎 哦對哦 原來如此 而且如果重田你在舞台上有亮眼表現的話 說不定會有女孩子對重田你一見鍾情哦 會有女孩對我一見鍾情 你說的沒錯 只要我在舞台上好好表演 就能得到期盼英九的女朋友了 嘿嘿 感覺有幹勁啊 哎 這傢伙真好搞定 嘿嘿 感覺事情很有趣 讓他先得意著吧 好啦 主要的配角就是這些 接下來 分配在舞會的舞蹈場景中 跳舞的路人成員 西柱智郎 舞姿會長 劉依還有我 沒想到 除了沖海 其他人 都是神明學移舊部的 我並沒有在牽你所有手腳哦 嗯我明白 這是什麼奇蹟啊 除了聖制界 神明學移舊部全員演出 這個概率真厲害 你們加油吧 嗯 感覺在舞台上跳舞有點緊張 如果失敗怎麼辦 沒事的 沒事的 好好練習的話 總會有辦法的 就是這樣 小劉依 我們沒有台詞 就抱著輕鬆的心態 努力吧 大家 嗯 我明白了 聖制界是不是因為自己被排除在外 感到很難過呢 什麼 怎麼可能會難過啊 對了 反正大家都上了 就戴上聖制界吧 陸人演員 不管有多少都無所謂吧 並不是這樣哦 他上的話 就要多做一套衣服了 這有演出 還要考慮製作服裝的人哦 對哦 這的確是個盲點 不過我覺得 只是多一個人的話 還是能做好的 好 用不著大家這麼費心吧 我本來就對話局沒興趣了 如果什麼都不用做的話 對我來說 反而更輕鬆哦 可是 聖制界 我們並沒有說 你什麼都不用做哦 啥 一場戲的成功與否 還要看幕後工作人員 沒拿到角色的人 就要去做幕後的工作 不是吧 這也是沒辦法 大家一起努力吧 當然 目前人手能力不夠 台子少的人 也要一起幫忙哦 好 那我申請 做衣服的工作 劉姨還會縫嫩嗎 嗯 我從很久以前開始 就喜歡做衣服啦 你 你只能做衣服 是從頭開始的那種 那你的縫嫩技術也太強了吧 我也想申請做衣服 我要趁這個機會 從小流儀那裡 拖鞋一點技術 好啊好啊 一起一起 舞姿也會縫東西 呃 我還在練習中 這樣啊 舞姿做班的水準超差 我完全想不到他做衣服的樣子 嘿嘿 舞姿的確有點笨拙哦 你們好吵啊 我也是吵著夢想努力啊 夢想 嗯 我將來想做 舞台服裝的製作者 這樣啊 舞姿這個夢想 我是知道的 我也知道 意思是 舞姿故意瞞著我們 好無情哦 因為我告訴你們的話 你們肯定會嘲笑我的吧 什麼 我怎麼可能會嘲笑別人的夢想呢 我也不會這麼做哦 哦 那剛才是哪位說的 我不會做飯 想不出我做衣服的樣子 還有 說我笨拙又是哪位啊 呃 這個 抱歉 我們不是故意的 好啦好啦 我也沒有生氣 我知道你們在開玩笑 舞姿 總之 製作戲服這種經歷很少有 為了夢想 我一定要試一試 我們一起加油吧 小舞姿 嘿嘿 舞姿看起來超開心的 是啊 對了 我想到了 小星 如果有時間的話 能來幫幫我們嗎 什麼 為什麼是我 小星很時尚 品味也很出眾啊 我非常想和你討論 做服裝的事 不行嗎 呃 也 也不是不行 也就是說你同意了 反正就是在閒暇之餘搭把手唄 謝謝你 小星 哼 感覺阿希 你最近和神秘學研究部的人關係很好呢 哎 有嗎 我本來就不討厭他們啊 現在這種相處模式不是很正常嗎 話是這麼說沒錯 而且 他們人其實還不錯啦 這樣哦 其實我是覺得 阿希你最近有些變了 感覺阿希最近經常微笑呢 簡單來說是變得圓滑了 真的嗎 不過我的確遭遇了一些事 我能有今天 也是多虧了神秘學研究部的人 這點我還挺感謝他們的 是 是這樣 啊 怎麼了怎麼了 我居然聽到小星說的感謝 是不是因為交到了新朋友 太得意忘形了呢 啊 吐 你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 我還以為你把我們撇下了 去和那個怪人集團玩呢 怪人集團 吐 你是想和我吵架嗎 哇好怕怕哦 你該不會是因為 我說他們是怪人集團 生氣了吧 哈哈哈哈 我們的小星超愛神秘學研究部的耶 什麼 等等 小兔 你說的確實有些過分了 你 你突然怎麼了小兔 什麼叫我突然怎麼了 我實話和你們講哦 我對姓最近的態度很不滿意啊 明明有我們在 卻和那個女裝大佬玩得那麼開心 女裝大佬 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 難道說你們是那種關係嗎 沒想到小兴戀愛了 兔 你還真是不賊賤 不開心啊 小兴 劉姨 你不用說話 因為這是我和兔之間的問題 蛤 你在我面前 拽什麼拽啊 既然你覺得他們那麼重要的話 乾脆就拋棄我們 成為怪人集團的一員呗 愛麗絲和美香子也是這麼想的吧 這個 你們兩個怎麼突然沉默啦 哎 兔 你就這麼怕 寂寞嗎 什麼 你啊 是害怕同伴從自己身邊消失吧 所以你才會這樣威脅別人 強行引起大家的共鳴 把大家變成自己的同伴 說實話 我現在看你超不順眼的 哎呦 你是在笑訓我嗎 我可不想看到幾個月前還欺負人的家伙 擺出一副了不起的樣子教訓我哦 你說的沒錯 我弟卻沒資格對你說教 所以 我們的談話就到此結束吧 再和你說話也是浪費時間 靠 瞎總結什麼呢 你這傢伙 真是浪火大 拽什麼拽啊 喂 你們別吵了 怎麼突然吵起來了 夠了 兔 信 你們在做什麼 如果想吵架 之後再吵可以嗎 我們現在還在分配角色 啊 真是麻煩死了 我不想參加這次的活動了 什麼 喂 你給我等一下 隨便你們啦 你們自己去玩吧 小兔 他走了 那個 阿系 我還是追上去比較好吧 為什麼問我呢 想追的話就去吧 這種事情 我吸完每箱子以後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呃 可是 小劉依 你沒事吧 呃 真的嗎 真的沒事 我不在意這種話的 吐那傢伙 到底有幾個意思啊 說我們也就算了 但是居然敢這麼說劉依 不可原諒 就是啊 大家先別說這件事了 之後我會去勸勸吐的 正式演出是下下個月 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 繼續討論吧 好的 說的也是 從那以後 日子飛出過去 距離聖星際 正式開始還剩下一個月 我們二年必班的成員 一直在準備舞台劇 其實我剛剛看到他們 真的超級爽 吐在那之後 如他自己說的那樣 不幫任何忙 因為我們班人手不夠 只能把排練階段往後推遲 總之每個人 把做好舞台的布景 和服裝 當作首要條件 大家都很忙碌 很焦急 但是在東美和沖海 有條理的指示下 武才準備工作 進行得很順利 然而 當大家好不容易安下心的時候 一個意外發生了 什麼意外 那個 服裝準備組的負責人 是武之對吧 武之 衣服做得怎麼樣了 啊 差不多 都好了 剩下的就是製作 灰姑娘和王子的服裝了 真快呢 都是小劉伊的功勞哦 有擅長做衣服的人幫忙 真是太好了 沒有啦 都是大家的功勞 小武之 很快就掌握了縫嫩的竅門 效率因此變得很高呢 而服裝的設計 則是有小心完成的 我一個人的話 絕對做不到這麼好 謝謝大家 嘿嘿 被小劉伊表揚了 感覺更有自信了 畢竟男的能做一次 一定要設計的更可愛一點 看來服裝這邊是沒問題了 那麼舞臺那邊怎麼樣了 舞臺不僅的負責人是靖香 奇怪 靖香人呢 他好像還沒來 上課鈴馬上就要想了 是遲到了嗎 小靖香居然會遲到 好稀奇啊 啊 上課鈴響了 感覺他事情加不來了 早上好 哎 好痛 小靖香你來了 咦 靖香你的腿怎麼了 慘著繃帶 是受傷了嗎 哎 今天早上來學校的時候 我從樓梯上滑了下來 把腳扭傷了 不是吧 你沒事吧 靖香 啊 雖然勉強能走路 但也無法劇烈運動 站著很痛苦吧 你快坐下吧 謝謝 你的傷勢醫生怎麼說 醫生說 大概需要一個月才能痊癒 什麼 那我根本幹不上身心劑啊 該該怎麼辦啊 對不起 都怪我 靖香 你不必道歉 受傷這種事是無法預料的 是啊 靖香 既然靖香受傷了 那麼就意味著他當不了灰姑娘了 只能找人代替小靖香演出了 代替 這件事沒那麼簡單吧 是啊 代替靖香 感覺有些壓力啊 那個 照妙怎麼了 我 我想試試 照妙來演灰姑娘 在這種情況下 主座參演 真是太有勇氣了 既然義軍要演王子的話 我 我願意試試 義軍 你 你不討厭我吧 呃 一點都 不 不討厭的 那就好 我覺得他很討厭 不行 靖香 你不能演 為什麼 你竟然演不了灰姑娘了 我幫你演還不行嗎 都說了不行啊 什麼 照妙都主動的說要替你演啊 這還有什麼不行的 就是不行 我絕對不要看到 義軍和別人女人演這部戲 靖香 原來如此 我好像明白了 演灰姑娘的人 和演王子的人 會永遠在一起 哦 是這個傳聞啊 這個傳聞更加沒根據吧 不不不 這比那個恐怖的傳聞還真哦 每年 眼灰姑娘 和汪子的兩個人 都百分百成為情侶了 據說 還有人畢業後結婚了 蛤 你們真的相信那個玩意嗎 有些女孩的確在意 命運 傳聞之類的東西 這是我從 武之 借給我的少女漫畫 裡讀到的 哦 也就是說 靖香對這個傳聞 生性不疑啊 他不想讓義和別人演 然後照苗是 想抓住這個 羽翼在一起的 千載難逢的機會 比 比說得我像是 比比小人一樣 但是 這是事實吧 呃 怡君 真的可以嗎 哦 我覺得 這只是傳聞吧 但是之前一起演的人 都成了情侶啊 怡君 你確定嗎 你確定 你確定 要和我 尤其我喉嚨有點癢 怡君 你確定嗎 你確定要和 除了我以外的人演嗎 呃 這個 好了好了 小靖香 你先冷靜點 這種修羅場 一樣的對話 希望你們兩個 之後再討論吧 所以結果呢 我能當灰姑娘嗎 結果就是 只有你不可以 憑什麼 哎 真是麻煩 那是這樣吧 公平公正的 用抽籤來決定吧 哎 我們沒有時間糾結 不是嗎 確實 是啊 新同學說的有道理 如果公平抽籤 靖香也沒意見對吧 這個 我贊成小新的意見 誰當灰姑娘都無所謂 既然 阿新這麼說了 我也贊成 那就這麼定了 開始準備抽籤吧 看我的靖香 居然阻止我和義軍在一起 不過也好 我是注定和義軍在一起的人 我絕對不會讓給 其他人的 幾分鐘後 好 這裡就讓我來抽吧 保證公平 我抽到後 會念出 代替 靖香的人 明白了嗎 啊 明白 不 不知為何 我也在 候選人裡 這樣好嗎 沒事的 畢竟小劉姨這麼可愛 以為是女孩子嘛 那我要抽了 這次 做灰姑娘的人事 是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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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美香子 什麼 啊 照明昏倒了 不用管他了 就倒著吧 美香子 你就是代替 靖香成為灰姑娘的人 不 不會吧 我 我不行的 我這種人肯定做不到的 這不是挺好的嗎 哎 美香子本來就長得非常可愛 只要稍微化個妝 就是大美女了 小 小姓 可是 我 美香子當灰姑娘 我覺得可以哦 啊 我也是這麼想的 你脫衣而出了 美香子 美香子 可是有著不押於我的美貌啊 你肯定很適合演灰姑娘 一 你覺得呢 嗯 我覺得挺好的 我並不介意 靖香你呢 我 我知道了 就這樣吧 嗯 你看 美香子 大家都願意讓你演呢 我也會幫你的 你就 昂壽挺胸的努力吧 好 好吧 那灰姑娘就換美香子演了 既然決定好了 我就趕快量尺寸給美香子做衣服 小劉姨也來幫忙吧 嗯 我們沒時間了 大家儘快準備吧 對了 沖海 怎麼讓回走 灰姑娘的劇本 你看到了嗎 哎 劇本丟了嗎 原本是保管在 學生會辦公室裡的 但是 我怎麼都找不到 你放心吧 我已經找到了 就放在會長抽屜裡 這樣 那就好 很快就能進行排練了 之後 我也把劇本 復印幾份 發給大家 好的 為了 為了讓大家能夠集中精神排練 首先要盡快完成服裝和背景的製作 了解 然後我們開始各自做準備了 幾天後 放學後 放學後 教室裡 今天就能完成背景的製作了吧 嗯 差不多完成了 是啊 你們也該進入練武階段了 說的沒錯 咦 不在這裡啊 真的不在 跑到哪裡去了 呃 你們在找什麼 智郎君 辛苦了 其實我們在找沖海 沖海 沖海還沒回到教室呢 這樣啊 那他在學生會辦公室嗎 也許吧 發生了什麼了 其實衣服的布料不夠了 我們需要再買一點 因此 要找沖海商量一下 預算的問題 原來如此 我們這邊忙完了 我幫你們一起去找他吧 嗯 好了 到了學生會辦公室了 沖海軍 會在裡面嗎 我們進去看看吧 就在這時 這 這是怎麼回事 到底是誰幹的 欸 這好像是沖海的生意 感覺氣氛不太對勁 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我們快進去看看吧 好 沖海 你怎麼了 會長 你 你快看這個 沖海軍你拿著的 不是灰姑娘劇本嗎 啊 劇本被撕掉了一頁 真的耶 這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 我幾天前找到劇本的時候 還不是這樣的 我剛才想拿劇本去影印 但卻發現其中一頁不見了 什麼 也就是說 是有人故意撕掉了劇本嗎 到底是誰幹的 是我們班的人嗎 為什麼要撕掉劇本呢 各位 請等一下 現在可不是找半人的時候 誒 智隆 我们会被诅咒吧 这怎么办才好啊 大家先冷静下来啊 这种情况怎么冷静啊 如果诅咒是真的 我们全班都会被诅咒 这个 呃 智郎 事情大条了 这样下去我们会被诅咒的 虽然我个人对诅咒还是有点兴趣的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智郎 我知道我知道 那样子我们只能想办法把剧本复原了 复原具体要怎么做 我觉得撕掉剧本的犯人一定是知道诅咒的规则的 也就是说被撕掉的那一页 现在应该被扔掉了 找回几率基本是零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这个 抱歉 我现在也想不到什么好主意 这 这可如何是好啊 我问一下 威姑娘的剧本只有这一本吗 嗯 这剧本是以前的同学自己抄录的 所以现在只剩下这一本了 天啊 也就是说我们甚至没有备用的剧本吗 看样子是 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那个缺失的台词 其实是灰姑娘被继母欺负 吐露内心痛苦的那一夜 其他的都在 哦 原来犯人只拿走了一部分了 不过这一幕 基本是灰姑娘和继母的对话 台词看起来蛮长的 是啊 总之我们要想办法复原这段台词 大家一起合作寻找线索吧 好了 那就先在这里暂停一下咯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搜索篇再见 拜拜